汤维入围大中奖最佳女主角,从237部电影中脱颖而出,赛制创新获胜几率大。 10月12日,韩国电影协会在首尔中区中午艺术中心举行媒体日,活动上公布了第58届大中电影节的计划以及各奖项提名。 最佳女主角提名分别是决定分手的汤维,美丽人生的廉政雅,在你面前的李慧英,致敬的李正恩,特别之歌的嫖宿丹。 此外,电影分手的决心还分别入围最佳男演员、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奖等11项大奖。 恭喜汤维凭分手的决心宋瑞来一脚加入影后角逐。 9月下旬,汤维凭借该作品决策获得第27届韩国春史电影节的最佳女主角,成为春史电影节拍摄32年来的首位外国影后。 10月上旬,43岁的汤维再次凭借分手的决心获得2022年辅日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,成为此奖项的首位外国人影后。 更有机会参与角逐2023年奥斯卡奖的最佳国际影片,可能登上奥斯卡的红台。 从赛制创新可以看得出主办方式想重振大众电影节的权威性,而汤维也将大概率在汉拿奖座以后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